大家好,又是讀書豪TV的時間 今集我繼續上一次介紹過的關於抗日的一本 挺重要的,我覺得值得向大家推薦的作品,叫做《被遺忘的盟友》 作者是牛津大學,中國歷史現代政治教授,Renner Meeter 這本書出版了不太久,英文版是去年出版,中文版是今年出版 在英文出版的書評裏得到相當好的評價 適逢現在內地祭起紀念抗日 抗戰勝利作為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一個工具 所以我們更加要認識到抗日究竟是一回什麼事 上一集我都講到長久以來,我們中國人對抗日的記憶已經開始遺忘了 不是因為時代的九元,而是因為政治的原因 1949年之後,因為領導抗日的敗退是台灣的蔣介石 而奪取政權的毛澤東當然是不會肯定蔣介石領導抗日的功勞 而蔣介石去了台灣之後,為了繼續突險自己作為中國領導的權威 隨時可以有能力反攻大陸,當然就突出在抗日裡面國民黨的種種英勇 從來中國人都很難用一個公正和相對比較遠的距離去評價 究竟抗日裡面的種種當時 蔣介石、汪精衛或者毛澤東他們面臨的選擇有什麼 而這種選擇是不是必然的呢 而結果是不是一定會是這樣的呢 Random Meter這本書,其實他講出一件事是什麼呢 中國百年抗戰的勝利並不是必然 而是一系列選擇的結果 他跟我們過往看中文關於抗戰的歷史書有最大的分別是什麼呢 就是他將當時中國的抗戰和國際整個形勢 和日本內部政治扣起上來 從而令到我們有一個比較全面的認識 譬如簡單裡面提到的七七盧溝橋事變 究竟當時在華北地區在遠平縣,即是在盧溝橋裡面演習失蹤的士兵 是不是必然會引發中日的全面戰爭呢 我們從來都很少這樣去想這個問題 原來在華北,當時根本不是由國民黨直接控制的 而是地區軍閥 而這些地區軍閥也不是直接效忠於蔣介石的 當時就駐在遠平縣的軍隊,包括北京的就是宋哲元 而宋哲元的部隊 當然蔣介石沒有權命令他們的調動 但是為什麼一個華北遠平縣的失蹤日軍 會最終導致正式全面開火呢 作者就用一個抽屍剝彈,好像偵探的角度去看 就是說做很多假設 是不是可以避免的呢 盧溝橋事變可不可以演變 成為一個局部的地區衝突 好像以往其實在東北華北地區不斷發生的中日衝突呢 他就要看日本當時的文人政府和軍部的看法 包括關東軍的看法 而在國民黨這邊,他就要看宋哲元 除了他之外,也要看蔣介石 在廬山當時 究竟他自己的日記裡面記載 他怎樣去認識這個遠平縣的盧溝橋事件呢 他的結論就是,最終兩方面都無可避免 要將他升高,升跌 為什麼呢,就是本來只是一個地區局部的衝突 但是升跌的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第一,在日本那方面 也對越來越強硬的國民黨政府是有意見的 覺得遲早中日難免一戰 原因是反日活動越來越多 而同時,日本是相當不滿 既然大家都是要反直的 因為日本強調一種泛亞洲的意識 為什麼你國民黨不肯親日 不肯和日本合作,驅逐 這個白種人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呢 既然他大家都是 兩個 一個應該是自己有來的 屬於東方亞洲文化的 一邊就是白人來的 過來奴役亞洲人的 所以日本整個輿論對於國民黨的反日情緒越來越高漲 是很有意見的 同時,在國民黨這邊,在看蔣介石的日記 他一直都相信要購買時間 來做什麼呢 一直在對於中國 由張學良不抵抗華北輪入 日本的控制範圍裡面 由滿洲事變,佔據了東三省之後 蔣介石的所謂不抵抗政策 其實是傳媒或者共產黨人宣傳出來的 他真正的意圖很清楚 他知道中國當時的軍隊建設 根本沒有辦法跟日本人打 所以他邀請了德國 在當時德國陸軍 兩位相當重量級的人物 就是發肯豪心過來 和國民黨建立一支強大的 直屬於蔣介石的中央軍 而這支中央軍是全德式裝備 和大約訓練了的 有實戰能力的三萬人 連軍官 但他很希望這個中央軍團一直擴大 而去取代 因為你知道當時的中國裡面 是一個分崩色利的局面 南京政府是沒有辦法控制華北軍隊的調動 包括山西的鹽石山 不要說延安的毛澤東 其實全部都不受蔣介石指揮 你想想在他的角度來說 他當然是盡量避免 和日本展開這個全面的衝突 但是去到那一下 他覺得 已經沒有辦法 去忍受什麼呢 就是他覺得如果丟失了北京 和天津 平津失陷的話 而他繼續若無其事 他自己也很難面對中國人 這個就是當時蔣介石自己那種的想法 就是他一路所謂的讓外 讓外必須安耐 先解決內部矛盾 這種思路 為什麼去到 盧溝橋事變 會有一個 很大的改變 是他覺得 他有一種道德的使命感 是不可以丟失這個北京 而若無其事 所以 蔣介石就部署在長江流域 和日本人來一次正面的決戰 就是當時 結果之後爆發的上海戰士 就是重戶戰役了 很可惜重戶戰役裏面 國民黨中央軍損失了最主要的部隊 去保衛上海 接著就發生 南京大屠殺 在這本書裏面 充滿著這些兩難的選擇 當時親日派的汪精偉 在什麼情況下作出選擇 要成立這個 魏政府 我們今天當然一句都說了 這個漢奸賣國賊 汪精偉去成立親日政府的時候 其實是抗戰最艱難的時間 1940年 當時美國還沒參戰 沒有援助 英國和美國根本就沒有援助中國 中國是 直接是孤獨地在中國的戰場裏面 節節敗退 所謂的台宜莊大節 基本上是吹水的 台宜莊大節之後 武漢失陷 武漢失陷之後整個華中 已經落入日軍手上 因為當時主要的戰事 是沿著鐵路進行 因為鐵路是很快可以調動軍隊 去沿著鐵路的城市 而更加慘絕人環的 就是當時蔣介石決定 為了保衛武漢 炸開了河南的黃河 花園口的大堤 然後 等這個決堤的河水 淹沒了整個河南的地區 當時 直接受這個河水影響的 死亡人數是接近50萬人 差不多是二次大戰歷史裏面 除了列寧格勒保衛戰 德國納粹包圍 列寧格勒那場餓死人之外 其實當時的黃河決堤這件事 震驚全世界 還要是國民黨自己軍隊去做的 很多人就會道德上批評蔣介石 不顧人民死活等等 但是你想回頭 作者就可以從一個 因為他是一個外國的學者 他反而可以反過來想 究竟炸題這件事 黃河決題 犧牲這麼多平民百姓的 第二次就是火燒長沙 犧牲這麼多平民百姓的招土政策 究竟應不應該呢 究竟可以換來的戰略上的時間 可以拖延到 徐州和武漢的保衛戰 可以拖延到多久呢 這個就可以理性地去考慮了 而當時遷都重慶之後 武漢失陷之後 遷都重慶之後 無日無知的重慶大轟炸 其實當時 很多人都預計中國什麼時候投降 包括在日本當時也預計 應該可以結束在中國的戰事 但是其實蔣介石的道德意志之強 我想我們今時今日很難想像 他是一個從一開始從來沒有想過會投降的人 而是他覺得抗戰有一個道德的使命感 什麼叫做道德使命感呢 就是視抗戰為一種聖戰 這個我們今時今日也很難理解 我們以為中國百年抗戰是必然的 因為我們祖國有遼闊的山河 日本的軍事力量和工業基礎不夠佔領一個這麼龐大的中國等等 其實是錯的 事實上中國已經接近投降的邊緣 所以汪精衛就私下 用飛機飛去越南的河內 發表這個所謂名簇一時的驗電 發表這個電報表示願意和日本進行這個禍談 錯相 整個過程大家會說他漢奸 但是當時蔣介石也想過 是不是應該同一時間和日本以和 利用以和的方式去換取時間 換取盟軍的參戰 直到整個戰局的轉變是到了 珍珠港事變之後 從美國援助開始來 其實也不是那麼順利的 美國援助當初其實是有很多的限制 他們對 蔣介石的印象也不好 包括派來中國協助蔣介石的美軍的史迪威將軍 也和蔣介石的關係相當之惡劣 到最後為了要成為一個 同盟國裏面的一員 中國也付出很大的代價 派兵進入印之半島 在緬甸叢林裏面 緬甸的麥芝拿和曼德納 參與和英軍協同作戰 死了相當多 死傷相當多人 其實每一個抗戰裏面都是一個 一個艱難的選擇 我自己會看回整本書的過程 我們今天很容易 作出很輕鬆的批評 但是你想回頭 其實是當時一個 根本未實行全面現代化的中國 正正是南京時代用了十年的光陰去起鐵路 剛剛工業化的開始有一個初步有一個基礎的時候 而去面臨一場全面性的戰爭 而這場全面性的戰爭根本是無可避免的 因為日本要將中國 變為他的殖民地這個想法 只是時間的問題 就算避得開 盧溝橋事變 當時蔣介石的判斷也是一樣 這次避得開盧溝橋 變為一個局部的衝突 很快也會有新的盧溝橋事變出現 也始終有一天 終日 必有一戰 作者也很特別提出一個觀點 抗日這八年裏面是塑造了之後中國社會的特殊改變 而這種改變是持續影響到今天 我們紀念抗戰的時候 很少可以從今天的角度 去看回頭 究竟整個抗日戰事裏面 對中國的社會影響有多大 包括什麼呢 第一個政治社會動員 可以這麼說 中國人的國家民族觀念 其實是塑造一個真正的 現代民族中國 其實是來自抗戰 來自蔣介石領導的抗日戰爭 因為 大半個中國的人開始流動 開始由 華北流向華中 華中走向大西蘭 走向華南 全中國走來走去 開始離開自己的鄉下 離開自己的城市 知道實際上中國是一個多大的國家 那個環境是怎樣 第二樣就是民族主義的號召和動員 令社會習慣了一種政治氣氛和政治動員出來 一直影響到49年之後 第三樣是什麼呢 暴力 因為他們在戰爭裡面成長 亦都在戰爭裡面目睹很多慘絕人環的暴力 整個社會 對暴力的接受程度越來越高 可以這樣說是 受到一種的 所謂戰爭暴力文化的影響 究竟49年之後的中國 或者到今時今日 有多少 社會的發展 和一些 沉澱下來的影響 和抗日戰爭有關呢 這個就有待進一步我們的學者 去研究 後抗日時代的中國社會是怎樣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 記住拿一本好書看看 拜拜